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 好在是冬天尸体保存得很好 镇子不大 事情没人不知道 人死之后 房子一直空着 也没人住 据说一到晚上就闹鬼 卧室的灯会开一夜 一个少年在屋子里哭得死去活来 闹鬼的事传得有鼻子有眼 甚至有邻居作证 上晚搬回来 经过门口 清晰地听到里面有人哭 听声音是个男的 年纪不大 楼下的邻居也作证 半夜老能听见楼上有动静 拉桌子板凳 有人走来走去 还有弹珠声 看门大爷也能作证 确实亮灯 窗户那有人站着往外看 那个地段的房子本来就不好卖 这么一穿 更卖不出去了 自家人又不敢住 租也租不出去 生生空了好几年 现在有人买 别管多少钱 房主求之不得 赶紧出了手 周文西老婆是贵州人 具体什么地方的不清楚 不过据说娘家在山里 偏远得很 按照规矩 本来他们那边也应该来人 可因为实在山高路远 再加上娘家人没出过远门 索性两边个自办了酒席 那边酒席办完 她老婆父母没来 自家十四岁的妹妹跟着过来 算是有个陪衬 这边酒席办完 一家人也没在村里待 直接搬到新家来了 不搬不行 快过年了 两个弟弟也回来了 那个低矮的房子 根本住不下这么多人 不过搬完之后 家里怪事贫出 首先是她老婆 老觉得家里 除了他们三个 有别人在 别管白天黑夜 总是觉得有个人 在屋子里闲逛 然后就是她小姨子 晚上睡觉的时候 总觉得有个小伙子 站在床边看她 那时候她这个小姨子 才十四五岁 长得粉雕玉琢的 很可爱 虽说她结婚了 那时候她才二十出头 对这个小姨子 说是没想法 那是假的 不过有老婆看着 她也没办法 听小姨子这么一说 她自豪奋勇 说睡觉的时候去陪她 说是去陪 肯定想占点便宜 不过 便宜没占到 她也感受到了怪异 床边确实有个人 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当时她正把小姨子 压在身下 想用墙 小姨子怕姐姐知道 还不敢大声喊叫 就在即将失手的时候 她姐夫忽然安忧一声 从她身上翻了下来 一屁股坐在地上 捂着脸大喊 谁打我 打她的当然不可能是她小姨子 双手都被她控制着呢 而且力气那么小 根本打不疼 而她挨的那一巴掌 相当的重 脸颊上赫然一个漆黑的巴掌印 这一巴掌把她痛得不停 一句话喊完 赫然觉得身前站着一个人 虽然看不清样子 但能感受到 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瘦瘦的 个子不太高 受到惊吓 她大叫一声 跑了出去 从那之后 她再也没敢进过 小姨子的房间 不过从那之后 小姨子再也不说 屋里有人的事 不过一到晚上 就能听见房间里的说话声 听声音是两个人 一男一女 女的自然不用说 是小姨子 男的就不知道是谁了 姐姐开了几次门进去 发现里面只有妹妹一个 虽然她心里奇怪 但看不到人 自然也不好再说什么 过完年 小姨子本来是要回贵州的 票都买好了 第二天中午的 结果晚上洗澡的时候 煤气中毒 死在了浴室 姐姐结婚的时候 老家没来人 妹妹死了 依旧没来人 没有办法 姐姐帮着收敛了尸体 在附近找个地方下了葬 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 不过妹妹死了之后 姐姐总觉得妹妹没走 就在屋子里 和妹妹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少年 两个人一起在小卧室住着 姐姐的说法非常吓人 在我同学听来 简直就是神经病 不过只要到了晚上 确实跟以前一样 总能听到有人说话 说话的是一男一女 听起来聊的事情 还特别开心 时不时会发出响亮的笑声 其实姐姐也觉得事情诡异 但她总觉得那是妹妹 所以并不害怕 反倒是我这个同学 被吓得够呛 经常也不归宿 久而久之 在外面开始胡搞 那几年真的是盛名在外 也不往家里拿钱 吃喝瓢毒抽 样样精通 她老婆这时候 都给她生了两个孩子 她不给钱养家 没钱的时候 还带着小三回去要钱 理直气壮的 经常把她老婆气得 都要晕过去 可她老婆能有什么办法 人生地不熟的 这边也没什么朋友 娘家人也不能给撑腰 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事情的转机 来自第三个孩子的出生 老三出生之后 她老婆坐月子 没办法出去工作 还要兼顾老大老二 又没钱 简直绝望到了极点 她都已经这样了 我这同学还不拉倒 钱没要到 在家里大吵大闹 不说 还跟着小三 把她老婆打了一顿 正在坐月子呢 哪能受得了这个气 心里苦闷到了极点 二话不说 带着孩子直接上了楼顶 想要娘四个一起轻声 在楼顶的冷风里做了一夜 看完这个 又看得那个 最终没下得了那个决心 天蒙蒙亮的时候 下楼来 还没进家门 就听里面传了一阵 惊天动地的尖叫 她推开门一看 只见那个小三 没穿衣服 跟个眉头苍蝇一样 披头散发地在屋里乱跑 嘴里喊着 有鬼有鬼 她老婆还奇怪 伸手去拉她 想让她安静下来 结果不拉还好 一拉妈呀一声 人直接吓晕过去了 这时候有邻居听见 下楼来看 又七手八脚地 帮打了急救电话 打完急救电话 才想起我那个同学来 这个小三闹着这么厉害 他人跑哪里去了 结果一开浴室门 一股煤气味冲了出来 我那个同学 已经在浴室里死了多时 眼睛睁得大大的 跟个死鱼一样 身体煞白煞白的 都已经硬了 我那个同学死后 他老婆带着三个孩子 一直生活在那个房子里 却从来没听说过 有什么事 一晃二十年过去 他们家老大也成了年 在外地工作买了房 把一家人都接了过去 房子自然也没必要留着 也是以极其便宜的 价格出了手 结果新房主还没住两天 麻溜地搬了家 还把房子挂牌出手 有知情人透露 这房主住进去之后 一到晚上 就能听到小卧室有人聊天说话 可一开房门 里面空空如也 除此之外 一到凌晨 厕所的水龙头自动打开 一个男人在水声中不停地哭 一边哭一边求饶 一开灯 里面别说没人 水龙头也好好的 可是一关灯 那哭声和求饶声再次出现 你说 这样的房子怎么住呢 接下来再讲一个 也是凶宅 也很离奇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一个读者身上 小伙子姓王 在深圳工作 小王告诉我 当年他跟同学刚刚来到深圳的时候 因为经济拮据 租住过一间鬼屋 那个房子是两室一厅 在市中心 价格便宜 只需要一千块 在深圳工作过的都知道 就算是在两千年 那里的房租也要两千多块 一千块的两房 简直是天上掉鲜饼 那房子很干净 家具齐全 地段位置也好 到地铁也就几分钟 两人以为捡了大便宜 二话没说 就租了下来 唯一的问题 窗外不远处就是富有医院 房东特别强调 如果你们觉得不舒服 随时可以退租 两个大小伙子没有社会经验 对于房东的话并没有深想 还觉得房东人好 当时就打了包票 既然租了 肯定就是常住 放心吧 房东见他们这么说 看着两个小伙子的眼神有些复杂 但并没有说什么 欠完合同 收了钱就走了 入住的第一天 其实就出问题了 当晚两个人刚睡下 就听到隔壁有人拍墙 拍得啪啪响 小王还以为是同学故意干的 还伸巴掌拍了回去 就这样 他在这边拍两下 同学在那边拍两下 傻乎乎地闹了好一会 这才睡下 结果到了第二天 他向同学问起拍墙的事 同学说什么都不承认 还说收拾房子很累 很早就睡了 小王当时并没有当回事 以为同学故意这么说 想着晚上同学在拍墙的时候 抓他个现行 白天他到处偷简历 忙了一天 晚上回到家 小王发现同学还没回来 简单吃了个饭 就准备看书备考证书 可刚坐下没一会儿 那拍墙声再次响起 他心里奇怪 想着同学不是没回来吗 声音从哪里来的 为此他还专门去同学房间看了看 确实是没人 这时候他才明白 早上同学并没有瞎说 确实是没有拍墙 不过这时候 他还没有往闹鬼的事情上想 还以为是楼上或者隔壁邻居干的 因此并没有理会 过了一会儿同学回来 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天 同学就要去休息 结果就在同学洗漱的时候 忽然从卫生间冲出来 一脸惊恐地问他 刚才你去卫生间没有 小王从书上抬起头 疑惑地问道 没有啊 我一直在看书呢 同学满脸的泡沫 疑惑地问道 真没有吗 小王信誓旦旦 绝对没有 老子要是去了 天打五雷轰 同学听了他的话 眨巴眨巴眼睛说 可能我看错了 小王听了他的话 奇怪地问道 怎么回事 同学告诉小王 就在刚才 他洗头发的时候 眼睛的余光 看到身后站了一个女人 似乎穿着长裙 同学一开始 还以为是小王在恶作剧 结果一回头 发现根本没人 一开始他以为自己看错了 可就在他擦头发的时候 那个女人再次出现在他身后 这次他不动声色地看了一会儿 发现女人个头不是很高 确实穿着长裙 留得长头发 看起来条件还不错 同学以为是小王故意吓他 结果猛得一回头 还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才跑来问小王 小王听了同学的话 顿时后被冷汗直冒 把刚才回来 又听见有人拍墙的事情说了 他这么一说 同学也害怕了 两个人越说越玄乎 最后联系到房东的表情 两个人得出结论 这房子肯定有问题 说到这里 同学忽然开始哈哈大笑 看到同学的表情 小王才知道 是同学故意这么说 吓唬他的 这把他气得差点翻脸 最后还是同学道歉 答应找到工作后 请他吃顿好的 这才作罢 虽然知道了同学的恶作剧 但接下来的几天里 小王还是觉得房子有问题 出去拍墙声不谈 每天夜里总会做一个梦 在梦里 一个女人总是悄悄地爬上她的床 跟她做那种事 小王谈过女朋友 不过快毕业的时候 两个人分了手 所以对于这种事也是轻车熟路 再说了 大学里哪个男生没有看过毛片 所以小王也算是月女无数了 但内心女人和梦里的相比 绝对不在一个档次上 无论是身材还是相貌 所以每次做梦 她总是格外的卖力 这就导致每天早上醒来 她都无比的疲惫 就跟根本没睡似的 顶着两个大黑眼圈 同学看见 都以为她熬夜玩游戏了 在房子里住了半个多月 小王明显有一个感觉 觉得自己身上的气血被消磨得干干净净 走路的时候 两腿都忍不住打晃 事情发展到了这里 她也知道不对劲 而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早上起床 她总能在枕边发现几根长发 小王和同学都是短发 连一根手指长都没有 很明显那头发不是他们的 而发现长发之后 同学看她的眼神也是越来越怪 知道有天早上 同学责怪她 晚上你跟你女朋友耍的时候 动静能不能小一点 都吵到我了 听同学这么说 小王无比疑惑 什么女朋友 什么动静小一点 你在说什么 同学翻了个白眼 然后说道 你别装了 我都看见了 小王有些莫名其妙 问道 你看到啥了 同学说 我看到你女朋友了 不得不说 眼光不错 说完话 同学还拍了拍她的肩膀 有一种一切都在不言中的意思 听同学这么说 小王以为同学还是在恶作剧 就问她 我那个女朋友长得什么样 同学嘿嘿一笑 两只手在胸前画了个圆 比划了一下 意思是 胸猛得很 身材非常好 小王看她这个表情 更加疑惑 细细问了长相发型 同学也不隐瞒 把看到的一切 跟她讲了个清清楚楚 意思是 你隐瞒也没用 老子都看完了 听了同学的话之后 小王表情凝重起来 知道事情严重 想了一会儿 也不隐瞒 把自己最近遇到的事情 跟同学说了 同学听了她的话 一开始还不信 单看小王严肃的表情 同学沉默了一会儿 问道 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 看错了 小王摇摇头 绝对没有 同学表情也严肃起来 问道 你说的是真的 小王点点头 郑重地说道 老子骗你死全家 小王都这么说了 同学没有不信的道理 但两个人都是 刚从学校里 出来的大学生 对这种事情 也没有经验 商量之后 两个人决定 去寺庙拜一拜 说去就去 当天两个人 就去了洪法寺 虔诚地烧了香 磕了头 两个人本来以为 会有效果 谁知道晚上睡下之后 那个女人 来到小王床头 并没有马上跟她开始 而是坐着哭了起来 小王看到女人哭 忍不住有些心疼 也从床上坐起来 问女人哭什么 女人垂着头 委屈地说道 我一个人被困在这里 不知道多久 一直都是孤零零的 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 好不容易看到你 我无比地喜欢 所以才跟你发生了关系 你要是不喜欢我 你直接跟我说 让我离开就行了 怎么还要去寺庙许愿 难道是想把我杀了吗 说到这里 女人越来越委屈 哭得更加厉害 看到女人哭得伤心 小王顿时心软起来 拉着女人说了很多好话 好不容易给哄好 哄好之后 两个人又是一番南征北战 一直折腾到天快亮了 两个人才恋恋不舍分开 早上自然不必说 小王又是腰膝酸软 赖在床上 甚至都不想出门 同学看到小王这个样子 皱着眉头问道 是不是那个女人 又来找你了 小王没有隐瞒 把昨天夜里的事情说了 同学一听 看着小王硕大的黑眼圈 说道 这女人倒横挺高 不过兄弟 你也太禁不住诱惑了 小王这时候也明白过来了 这女人不简单 这样下去 自己早晚得栽在女人手里 虽然想得明白 可是一到晚上 女人爬到床上 她依旧心缘一马 哪能抗拒得了 就这么过了一星期 有天早上起床 还没站稳 咕咚从床上栽下来 摔得鼻血直流 在地上直接晕了过去 躺了好一会儿才醒过来 还觉得全身发冷 好不容易爬起来出了门 正吃早饭的时候 电话忽然响了 一看 是自家母上大人 一开始也没说别的 就问工作怎么样 说到后来 话锋一转 母上大人忽然问道 你是不是交女朋友了 小王被亲妈这么一问 连忙否认 可母上大人在那边信誓旦旦 还说你嘎祖祖给我托梦 让你赶紧跟那个女人分开 再不分小命就没了 你嘎祖祖还说了 他那边已经找陈皇告状去了 说要趁早把那个害人精抓起来 陈皇 小王听了母上的话 有点懵 不过他还是安慰母上 我在这边非常好 你别疑神疑鬼的 别做个梦什么都相信 他虽然这么说 但母上还是告诫他 自己会在家给他烧纸 他那边赶紧跟女人断了 别到时候小命都没了 耽误自己抱孙子 说完这些 母上挂了电话 这个电话打完 小王一脑门地问好 不过他只是觉得母上迷信 并没有当回事 不过到了晚上 却发生了一件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情 刚睡下没多久 就梦到了嘎祖祖 这里说一句 嘎祖祖是太奶奶的意思 四川那边的讲法 小王小的时候 一大家人还生活在一起 嘎祖祖还健在 特别疼这个虫孙子 有什么好吃的都惦记着他 嘎祖祖一出来 就拉着他的手 说在那边是多么地想他 还责怪他过年的时候 没去给他上坟 责怪完 又说了自己的近况 说在那边和小王太爷爷生活在一起 种了好几亩地 还养了一些小鸡小鸭 生活得很稳定 不要为他担心 说到这里之后 忽然生气起来 开始责骂小王 说你年纪轻轻的 不好好搞事业 怎么搞起女鬼来了 要不是来深圳看他 还发现不了这个事情 在晚上几天 小王就会被女鬼吸干精血 到时候一命呜呼不说 投胎都投不了 嘎祖祖越说越气 甚至还狠狠扇了小王一巴掌 只是扇完后有点后悔 安慰小王 让他好好搞事业 那个女鬼不用担心 已经告到城皇爷那里了 城皇爷吃过他做的饭 一定会帮忙的 说完话 叮嘱小王好好养身体 回去的时候去他坟前看看 然后就走了 嘎祖祖一走 小王一个机灵 忽然醒了过来 一摸脸 就觉得火辣辣的疼 与此同时 忽然发现 床前站着一个女人 个子不高 留着长发 身上穿着裙子 小王看到女人非常严肃 本来想开灯 可女人忽然说道 别开灯 开灯你就看不到我了 小王从床上坐起来 想凑几一些看女人的模样 可一凑近 女人躲开了 跟他讲道 你家里有人把我告了 所以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小王听了女人的话 忽然意识到 女人真的要离开 心里已酸 无比难过起来 女人告诉小王 她原本是附近医院的护士 十几年前 在这所房子里被谋害了 因为是横死 所以不能投胎 也没办法从这里离开 只能孤独地生活在这里 之前这所房子 也不是没人住过 但因为害怕她 所以都搬走了 而且别人也感知不到她 所以就算来人 她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 直到小王的到来 她这种孤独的生活才被打破 她很喜欢小王 也喜欢跟小王做那种事 可因为人鬼殊途 长时间下去 小王的身体很容易会被影响 她自己也清楚 可就是忍不住 她也比较自私 也想过小王真死了的话 正好在这里跟她作伴 女人说到这里 再次难过起来 眼泪再次滑落 小王看到她这个样子 有些心疼 想去抱抱她 可女人说什么都不让抱 小王没办法 只能拉着她的手 拉住女人手的时候 发现了双手无比寒冷 动得她打了一个机灵 而且小王还发现 女人手腕上被缠了镣铐 哗啦哗啦地响 小王问怎么回事 女人哭得说不住来话 小王还想仔细问问 可黑暗中一个男人忽然说道 行了 该上路了 一句话说完 只见黑暗中一个长了马脑袋的人走出来 扯着女人手上的铁链就往外走 穿过墙之后就没了声息 女人走了之后 小王伤心了很久 早上醒来的时候才发现是一场梦 不过枕头那里都湿了 看来是流了很多眼泪 最主要的 一次脸颊都肿了 看来梦里那一巴掌打得还挺重 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来小王找房东问了一下当年的事 房东知道 十几年前确实发生过凶杀案 但具体情况是不太清楚的 因为这房子是他从舅舅那里继承的 不过 自从这件事情之后 房子再没发生过什么诡异的事情 小王跟同学两个人一直住了三四年 不过这三四年 小王一直不顺 老是倒霉 直到从这房子搬走才好 小王 小王